山河猎人 很多国家都没有的 包括美国 所以很多国家都希望能够得到中国的独家技术 但是都被回绝了 中国这次造出的一艘船 很多国家都想得到 但是日本却时刻都害怕中国开船 这艘船叫做深海矿彩集船 是全球首缩 深海矿彩集船是用来开采海底矿产能源的 体积和一艘中型航母差不多大 可容纳于200人基础和作业 矿物储存量可达39000吨 能在海上连续作业五年多时间 这艘采矿船是当今世界深海采矿作业领域中的最高技术拯救 不仅利用价值高 其创造的价值更是部份 所以很多国家都想得到 但是日本的画风却截然相反 不仅不想得到中国的这艘船 而且时刻担心中国会开船 原来这艘船主要的作业地点是在日本南岛附近 而南岛距离马里亚那海沟很近 日本担心如果长时间开采 可能会导致日本岛的沉默速度加快 所以当日本知道中国制造出深海矿彩击船时 可以说是坐立不安 希望中国能够别开船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中国应不应该开船呢 本视频素材原则网络 由山河猎人解决回音 欢迎关注山河猎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